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林志明,我也是只有志工 現在是台北的,但以前也是在台中 因為我也是朝人人 以前也是念中興國中 剛剛有好幾位講到他們離開南投的大學聯考是在中興高中 我離開南投的高中的基課 所以中興先生對我來說 其實就跟大家很多的對他的看法都一樣 都是一個小時候的遊樂場 但是因為在那邊生活了三年 就是國中時期的關係 他對我其實有更深的一層的意義 就是你每次回去都會看到他不太一樣的轉變 像是一開始是中正路旁邊一整片的房子 一整片的樹林草皮開始被拆掉 開始被為利 然後到後來會有一些城屋蓋起來 然後到現在是中科五期的那些工廠開始起來 那中興村他其實從88年精神之後 人數就一直在掉 從這一開始全盛時期 將近三萬人包我記得 然後到現在剩下大概一萬多一萬出口 這是他最大的困境 所以其實政府都一直在找一個定位 希望幫他找一個定位 從一開始的 我記得前期有什麼大學程 然後什麼921地震紀念公園 一直到2008年馬英九提了一個愛潭十二項建設 其中有一項直接把中興村指定為高等研究園區 到這個時候才完全定定下來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的文件 因為這個案子到後來被炮得很猛烈的時候 當時的文件會主委 也只會有一句話說 不好意思這是中央既定的政策 我們只是照做 所以你可以發現這是一個 歷史上很少見由中央直接主導的一個地方的 你要說都市計畫還是都更嗎 這是一個地方的計畫 由中央直接下指令的 所以他就沒有像之前的計畫受到那麼多阻攔 而是非常順利的你可以看到 在最近已經有很多洞 你的像支撤會的辦公室 或是什麼的直接蓋起來 因為當時政府就是說 沒關係如果這裡沒有工廠 沒有廠商願意入住 那我們自己的像支撤會 像公演員我們自己來住 這樣子 那這是我自己對中興村的一個了解 那我們現在來簡介一下 今天的兩位宇恆仁那個 陳樂仁導演他是從小也是在中興村長大的 那他最近十年以來一直在做的是 就是對於中興村的沿線的整理還有 維護然後產術等等的還有他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的一個紀錄片 也是他獨立製片的一部片子叫春夢 中興村的春 然後等一下會看到那個是濃縮版 然後再來是高佩華 高佩華是我的學姐 她是現在我是他地理所研究生 那我是大地理系的 然後佩華學姐她其實一開始也只是注意到這個議題 然後是一直到後來有一個政府有一個青年提案計畫 這個計畫最特別的點是在於說你如果進入了前十名的話 你可以直接跟總統報告你的計畫 然後他當時就想到要把中興村跟中客無籍糾纏裁這個議題 帶到那個提案去 認同報告 那後來當時是文建會還是誰在主導 清福會 後來清福會被禁掉之後 變成教育部接了這個專案 所以他後來也去教育部拿了另外一個專案來 就是 怎麼講 有點像拿政府的琴在打政府這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他後來也去教育部又做了一個計畫 一直到今年129投票日 最近這一個月才 今年的年度的計畫才剛結束 所以 等一下佩華學姐會說的是 比較在行動面的部分 他們試著去拿政府的錢來打 政府是怎麼打 然後做了什麼事情 那陳導演他會說的比較是 這整個事情 包括跟中客無籍跟中衛管理局的糾纏的始末 那開場我想引一個 我們這個昨日的明日之城 其實是 這個slogan是來自於 台大城鄉所下駐九老師的idea 那開場我想引另外一句 下駐九老師曾經說過的話 他說 現在中衛心村的狀況其實很像是 拿昨天的方法來面對今天 然後犧牲了我們的明天 所以 像佩華學姐還有陳導演這一群人就是 他們還有我自己其實都很不樂見 中衛心村的明天被 這樣一個昨日的方法也犧牲掉了 所以 我們才會站在這裡 才會希望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做過哪些事情 希望未來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成效 那首先我們先請陳導演來幫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問一些話就不很囉嗦的講 先 因為 看樣子大家對村子過去的歷史 不是很清楚 記憶裡頭我剛剛聽到好多的放風針 我聽了可能不是只有 因為村子不是只有放風針 有那個雷射筆嗎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村子的一段歷史 唯有這件事情清楚了之後 我覺得大家才知道怎麼去愛他去觀察他 每個村子是在 那個就發射器在 好 好 中衛心村是民國四十四年4月28號上面寫了一個39次的行政院的院會 通過了這樣的一個行政命令 省政府才從台北遷到 遷往中部 當時還沒有決定要在中京新村 剛剛有提到光復新村 最早的省政府是選擇在霧峰的北溝 北溝大概在哪裡 在朝陽大學那個附近 過去那邊有一個台灣省電影製片廠 後來變成文化城 在那個地方最早省政府是選擇在那邊為基地 所以為什麼省議會在霧峰就是這個原因 但那個土地因為舉得有問題 所以才換到了現在的銀潭口 所以這個報紙大概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按下一張 那這個命令之後呢 它不只是台灣省政府的那個單位 遷來中京新村 看了這個照片大家就知道還刮刮了什麼 刮刮了一千多戶的家庭 就是一千多個家庭 就像這樣子 就從台北陸陸續續的就遷到新的一個地方半工本 那個後面就是 目前周金鑫的宿舍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四十六年當時的一個鳥看股 後面就是八卦山山脈 然後我們前面看到的 我們前面 就八卦山山脈 前面看到的這一批宿舍 這個最早蓋了第一批的平房 一千戶 這個地方就是各位放風箏的地方 就在這裡 那個時候連操場都還沒有做好 這個大概最好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一個學校 四十六年六月 四十六年六月 大家還可以看到 當時的村子裡頭 一顆形到處都沒有 這個是當時蓋的一些房子 那這樣的一個辦公廳社來到中心心村之外 這麼多人在一起生活 所以它需要什麼呢 需要一個醫院中心醫院 現在叫做 鼠立南投醫院中心分院 它需要有學校 這個就是大家考試的那個地方 以前的校門是這樣子 然後放風箏的旁邊上面 有一個大的集會場所 中心會堂 以前還有一個很奢侈的那個 沙漠中的那個 一個阿伯富豪的一個游泳池 它還有什麼呢 它還有開歪蠣 這是另外一個角度的鳥看肚 那最重要的 它引入了 國外很多新市政的一些規劃 有雨水下水道跟污水下水道 在那個時間一起就做了 當然還有兒童樂園 就是你們的爸爸媽媽 沒有地方可以帶你們去 就可以放到那邊去 兒童樂園 市場 它為了聯合交通 所以有公路局還有停車 所以它把這些東西 住宅跟生活都全部結合在一起 那現在感覺上它最大的一個價值是 面積最大就是樹色 它樹色類型非常多 我簡單的就提一下 大概分成夾乙丙丁 第一丁夾種 瓶種 瓶種 一個門幾個窗 大概就是瓶樹大大小小 這個就跳過去 那第二種類型是樓房 然後還有其他這種活動 各式各樣的樹色 其實在村子裡頭 對一個建築的人來講 是一個活化石 因為像這樣的宿舍 在那個年代 其實是現代建築的一種實驗 那那個時間一過了之後 這些東西現在就 感覺好像不是現代建築 但是我個人覺得 你如果再去現場看 它的那個現代感 一點都沒有落伍 你對現在我們房間 我不再看到那種兩三千萬的房子 這個已經快要五十年的房子 一點都沒有比它差 它的那些機能跟設計感 都完全存在 只是裡面沒有人住而已 這個都是各式各樣的形狀 因為時間關係我不太多說 到了最後 實在不夠了 就開始蓋出 越來越靠近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的那種住宅方子 最後還有這種神主席的觀點 所以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村子裡頭 從四十六年到七十幾年的宿舍 整個國有宿舍在這邊 全部都保留得非常的完整 我們大家看一下 我想大家大概就可以知道 當時這樣的一個基地 是透過一個很現代化的一個方式 把國外的很多的那些精華都很入進來 才會有今天的中心心存 那剛剛聽了大家的簡報 我覺得今天你們回去之後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因為村子裡頭不是只有放風聲 它還有很多很多的價值是超過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段 二十四分鐘的一段影片 大家可以切入今天的主題 就是中心心村為什麼變成高等的舊園區 當這個議題引爆出來的時候 我希望片子裡頭大家就非常清楚 村子裡頭大概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非常支持這個開發計畫 那只剩百分之十的人 像我這種或是閃居在台灣各地 其實是沒有時間去關心這個議題 因為我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支持 加上選舉的那種手牽手的關係 所以讓那個計畫案就透過了 但是從我的紀錄裡頭 你可以感覺他們這一道行政程序 是很差勁的 它整個差勁法 大家看了之後就知道 它整個差勁法 大家看了之後就知道 它沒有聲音 但是是在這裡 就不可忍應該會有其他的 是很難看的 就算它是很難看的 所以從它行動 很難看的 今天有些人都會有很多 都會有很多 看到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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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